大家好,我是George洛世奇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 我们先回顾一下思维导图 我们已完成了UML的讲解 面向对象的设计 然后单一职责原则 开放封闭原则 理事替换原则 依赖导致原则 那我们今天将介绍的就是 接口隔离原则 好的,我们先回到我们的PPT 接口隔离原则 Interface Segregation Principle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多个专一的接口 比使用一个总接口总要好 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使用一些小的接口 总比使用一个很大的 一个接口里面有很多方法的接口 要好得多 从客户类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我这个类依赖另外一个类的依赖性 是建立在最小的接口上 就是说一个类 相对说它只知道 另外类提供的最小的接口 那么它和另外一个类的讹合性 它必然是最低的 所以说接口越大 那么依赖这个接口的类 所知道的东西就越多 那么后期在修改的时候 它的关联性就更大 更容易引起错误 所以说要尽量把接口做得更小一点 就是提高它的内聚性 就是体现了我们最早讲的是高内聚这个特点 那么它的优点呢 就是说一个软件系统功能扩展的时候 它修改一个类的压力 不会传到另外的对象那里去 因为另外的地方 它依赖的是非常小的接口 好的 我们还是回到Eclipse 用一个实例跟大家演示一下 打开Eclipse 好的 我们新建一个工程 ISP 接口隔离原则 好的 我们还是新建一个client 新建一个man方法 做一个打印 This is is isp mine 没有问题 好的 我们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的背景就是说有一个心态 那么它叫search 它需要去发掘女演员 那么它就是需要一个search actress 对吧 那么呢 它就需要一个找女演员的标准 对吧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就有一个接口 定义这个标准 就是i great girl 那么它就是它的标准呢 就是说要长得好看啊 对吧 good looking 然后呢 身材要好 nice finger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气质要好 great temperament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寻找一个美女的标准 那search的这个地方呢 它就要得到这个girl search the trees 然后呢 这个就要展示一下它的good looking 然后呢 身材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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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气质呢 是great 对吧 然后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美女 比如说是angela baby 就实现了这个接口 i verd girl good looking 对吧 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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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looking angela angela is good angela angela great temberment angela is great temberment 对吧 对吧 然后我们就 在climb 执行一遍 我们先 上面一个search 对吧 new一个search 然后search 去search trice new一个 and 去叫baby 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态发现栏就叫baby 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态发现栏就叫baby 对吧 这是没问题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用uml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打开startuml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有一个search 对吧 然后我们有一个接口 叫ifrey t girl 然后呢有一个叫 angela angela baby 对吧 这个关系就是这样的 那么 心态呢 他要发给你演员 那么他就有一个方法 叫做search ech trice 然后呢他需要的参数呢 是一个 这个叫 girl 类型是 i pretty girl 那么它是依赖于这个的 这个接口 一样是稍作感动 然后他就有一个有三个接口 先把它新增出来 然后angela baby 当然就是实现了这些接口 他是一个 pretty girl 那么他就有三个方法 good looking 好看 第二个身材好 nice finger 对吧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气质好 grid tentiment 那么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的程序 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的 然后假设 我们回到程序 假设我们的需求变更了 我们不止一个心态 我们又有来了一个新的形态 对吧 search b 什么叫 那么他呢 他不是去找女演员 他是找 模特 shilber model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用 i pretty girl 这个接口 就明显是不合适的 那shilbermodel的话 那我们其实只需要一个 身材好就好了 对吧 model嘛 只要身材好 穿衣服能称得上 那就可以了 就是nice finger finger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它有重复的部分 对吧 那我们这个pretty girl的接口 明显就是太大了 我们就应该做一个分离 把这个nice finger 放到这个nice finger 这个接口里面去 对吧 然后那我们的 pretty girl 这个接口其实就不成立了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接口就叫 i good gir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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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之前的angela baby i good girl 对吧 对吧 它其实就是说 既具备了i good girl 也具备了i nice finger 对吧 i and your baby 它同时继承了这两个 这个时候我们的search b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search b呢 它就只需要去查找一个 i nice finger i nice finger 这样的一个 这样就可以了 那就是说 i good girl i good girl i good girl 是不行的 我们就需要再新增一个抽象nail 然后呢T趟去分别实现i.no.q 跟i.nice 这两个 然后我们的AngelaDB 就继承 我们的Base Pretty Girl 我们的心态A呢 就去查找一个Base Pretty Girl 这样的一个积累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做到一个接口分离 就是说我们需要 Nice Finger的就使用Nice Finger 我们需要更多接口的 那我们就使用更多接口的 这样的话 这个Search B相关的变化 那么它可控的范围 就只在Nice Finger这一个范围里面 对吧 然后 那它其实就并不知道更多的细节 而需要知道的Search A 就是这个Searcher 最开始这个Searcher 它就可以去管更多的 就是这个Base Pretty Girl 就是这两个其实就这两个 结合两个接口的一个集合 对吧 这样我们再运行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 对吧 用一个Searcher B Searcher B Searcher Super Model 对吧 这个时候AngelaDB 它其实是也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也同时实现了 Nice Finger的接口 我们看一下质型 对吧 Searcher Super Model Angela is Nice Finger 然后这个Searcher B 它其实并不知道Angela其他的特性 它就把它认为是一个最小的接口 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接口要分离 然后使用它的类 只知道它需要用的最小的类 然后我们再从UML上面去跟大家讲解一遍 好 那我们是怎么改的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Integral 做了一个接口分离 对吧 分离成了 然后来 Nice Finder 对吧 我们先把它的格式 改一下 自己改大一点 然后完了之后呢 那么这个就是个存在了 对吧 这个就是Ibred Finder 它呢 实际上就对我们读到了 Nice Finger 这下面 对吧 其实是这样的 好 然后Angela baby呢 它同时是实现了这两个接口 对吧 然后我们中间为了方便 增加了一个抽象类 Space Grate Girl 然后让Nagela baby直接继承云 这一个 然后这个 抽象类 要求必须要实现这两个接口 然后这个Searcher 它只用关心这个G类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 对吧 然后完了之后呢 好 这个地方的结果 我们把结果名称 做了一个编分 叫做BlueGirl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了SearcherB 然后SearcherA这边呢 它就是相当于说 不是依赖IQGirl 对吧 它是依赖的是我们的 Space LadyGirl 对吧 它依赖这个抽象类 那SearcherB呢 它要找SuperModel 对吧 那么它依赖呢 它就只需要依赖 生产好的这个机构就行了 它的 结果参数呢 那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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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最终的设计 就变成这样 就是说我们把之前的一个 Pump的 结果 I PrettyGirl 给它分裂成两个 一个I NiceFinger 一个I Good Girl 这样呢 就相当于说 让SearcherB 只偶合 这个I NiceFinger 它并不需要知道更多的细节 然后 像之前的Searcher 它需要知道更多的 那么它就依赖更大的结果 或者说更大抽象类 这样保证呢 每一个类 它只需要依赖最小的结果 然后我们的结果也更灵活 我们再回到PPT 看看我们最终的总结 大家会觉得 接口隔离原则跟之前单一职责原则很相似 其实不然 单一职责原则呢 它主要注重的是职责 然后接口隔离原则更注重的是对接口的依赖隔离 第二呢 就是说单一职责原则主要是 约束类 而接口隔离原则呢 主要约束的是说 它是针对抽象和针对整个程序框架的构建 采用接口隔离原则对接口进行约束的时候呢 它要注意几点 第一 接口尽量小 就相当于说我这个接口下面 所有的方法尽量要少 但是呢 不能过少 这个要有限度 不能过度的去设计它 因为你肯定可以把所有的接口对吧 都把它分成每个接口下面只有一个方法 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这也带来一个很多问题 就是说你接口数量非常多的话 那接口文件过多 然后一个类同时需要实现的接口过多的话 那么它也是较难维护的 因为你文件多了嘛 对吧 然后第二呢 就是说依赖接口类定制服务 就是说你这个外面一个类要用这个接口 对吧 我们只暴露给它需要的方法 然后来制定一个接口给它 这样呢 就相当于说我们是专注提供一个定制服务 第三呢 就是说提高内局性 减少对外交互 就是说一个接口 我对外提供的方法越少 但是完成的事情越多 那么它的效率越高 就做到了一个接口隔离 最后呢 就是说接口隔离原则呢 一定要适度 接口设计过大过小都不好 过大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毛病 就是说别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方法 你给它这么多 这样导致它的偶和性变强 然后另外呢 就是说你设计过小的话 那我们的接口文件就过多 过散 然后当我们的类要去实现不同接口的时候就会发现 emprimement一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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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其实这样的设计也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接口隔离呢 一定要适度 好的 今天课程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